方文林女儿现身支持母亲大旗下新作。第一次接触客与乐在其中。 由罗景贤原著、李鼎编剧、指导、方文林、徐陶、唐川、苏炳献主演的客家电视文学电影《大旗下》、金、石榴、宛于光点华山电影馆举行首映。 方文林一双女儿于其幽、于其威特别亮丽现身支持母亲新作、网剧《深蓝与月光》当红小鲜肉陈燕明,也前来为同样因网剧《红色气球》开启新路的徐涛驻镇,而李鼎近期另两部作品客台乌鸦稍安为零、大爱憨家李一杰、杨振、吴振亚、徐涛同盟一人各物笑态、和美、詹雅涵、陈昭如、 孙游安等也道场相听,展现台湾影视圈难得的大团结。 导演李鼎表示,日前中国祭出31项会台政策,许多人都担心这对台湾影视产业无疑雪上加霜,但他认为除了期待政府提出音音政策,影视工作者也应该互相打气,共同努力,制作机会, 既富有台湾人文特色又能引发跨族群共鸣的作品。 他很感谢这么多朋友不分剧组、频道、平台出席为大旗下站台,让台湾每部好电影都成为亮点。 李鼎说,大旗下影片中有浓厚的客家元素与乡土情怀,但又具有欧洲艺术电影的美学风格,正符合最近各方所说的越本土越国际,题材讨论的又是人皆有感的家与家人,更能直达人心。 已经在网络先行曝光的三支前导微电影,在Facebook已有多达近284分享,23万人次观赏,其中有将近四城市来自马来西亚。 而在影音平台库桥,大旗下更已累积高达近67万观赏次数。 四位主要演员中,方文林、徐陶、苏炳县都是第一次接触客宇,其中方文林除了单纲戏粉吃重的阿下一角,更在影片后半负责故事主述的客宇旁白,难度不低,不过他反而认为这是对自己身为演员的挑战也乐在其中。 希望自己的努力能让大家感受得到,而独立抚养的两个女儿也越发亮丽甚至开始参与演绎工作,让她感到很骄傲。 另外这次在大旗下合作的徐陶,两人在戏中有多长感情浓厚且亲密的对手戏,因而培养出深厚情谊,甚至拍完后还相约到徐陶代言的抹茶店聚会,让旁人直说文林杰好像多了一个儿子。 以网剧红色气球打开知名度的徐陶,好人员还不止于如此。 同样以网剧《深蓝与月光走红》的陈彦鸣也特地前来为他打气,颇有惺惺相惜之意。 导演李鼎说,两人都是台湾极有潜力的新生代演员,大旗下三支前导规电影在网络播出后,就有网友留言直指徐陶演技大爆发,突破以往只注意到颜值或身材的印象。 他也希望在未来有机会在新作中,邀请两人同聚敬演。 大旗下是客家电视今年三部文学影剧的第一部作品。 特别制作两支专为影厅使用的DCP当晚拷贝并申请应演执照,在首映后未来将安排参加各项影展,甚至希望有机会致各地影厅放映。 而3月24日晚间9点也将在客家电视频道播出,另外包括YouTube、酷桥、吃口TV、KKTV、LINETV、LITV等OTT平台也将同步上下,公式影音平台公式,更提供4K版本供网友观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